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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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你好 我是毛爸 最近呢 我想最熱門的話題就是有關於 罷免 有關於這次罷免 我沒有任何的意見 因為 我也不是高雄人 我現在也不在台灣 到底罷免成不成功 我沒有任何意見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 那日本有沒有在罷免呢 所以我就問了幾個 比較熱衷於政治的日本朋友 他們很羨慕我們的政治環境 我們台灣人呢 比較熱衷於政治 年輕人也會去討論政治 會去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是他們就是 比較算是少數 那我就問他說 那罷免到底日本有沒有呢 他就說其實也是有的 而且次數還真的不少 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呢 那日本從以前到現在 到底有沒有罷免 好先不說他們的首相 他們首相是沒有辦法罷免的 是直接由他們的國會議員來決定 那可以罷免的呢 就是縣市首長 然後還有一些地方的議員 還有國會議員 那他們的縣市首長 到底有沒有被罷免過 我去調查了之後 從1950年有第一位市長被罷免 之後呢到現在2020年 到70年了吧 有20位市長、村長、里長等等 被罷免過 20個 還蠻多的耶 另外呢 沒有被罷免成功的話 有7個 也不少 我自己住的這個地方呢 去年這個地方的市長 有一點金錢的我也不知道什麼問題 然後差一點被罷免 要準備罷免的連署之前 他就自己辭掉了 所以就沒有這回事 那到底日本罷免會不會很難呢 因為這次台灣罷免 其實感覺還蠻容易的 那罷免我就去查了一下 其實還不簡單耶 這裡 如果你的地方有40萬人的話 要40萬人的三分之一贊成 才可以 那如果超過40萬人的話 就是超過40萬的地方的六分之一 加上40萬人的三分之一 等等等等等 一下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是很重點 因為我也沒有投票權 反正日本被罷免的人 真的不少耶 其實 還蠻有趣的啦 其實我覺得能參加罷免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畢竟 投票嘛 我們選舉投票 大家都有機會 但是能參加罷免 好像沒什麼 但是能參加罷免好像沒有那麼多機會耶 從我有印象來就是 之前的立委罷免 和這一次的高雄市長罷免 我都不是那個地方的人 你是嗎 所以啊 我覺得 不管你要不要去投票 還是就是 可以多關心一點 也是不錯的啦 這就是這一次我看到 台灣罷免 對 日本有沒有罷免這件事 的一點 還蠻有一點興趣的囉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小波 剛剛突然出現了一個聲音 他是不是在睡覺啊 他睡得很好 不錯 不要起來喔 不要起來喔 OK 謝謝你幫我帶影片看到最後 那就是這樣子囉 非常感謝你 掰掰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